吴彦祖是香港影坛的一线男星 他的颜值和演技都让人赞叹 他的作品也都有着不错的口碑和票房 他曾经与谢霆锋、冯德伦等合作过多部电影 也曾经在好莱坞打过拼 是一个国际范的明星 然而他在结婚生子后就淡出了娱乐圈 很少有新作品问世 最近他被路人拍到他来内地拍戏 原来是和陈思成合作了一部新片 让人感到意外 陈思成是内地的知名导演 他的唐人街探案系列和解密都是大卖的商业片 他也是佟丽娅的前夫 两人的婚姻曾经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但是他的私生活却不太光彩 他经常被爆出与不同的女星有暧昧关系 甚至有传言说他有私生子 他的形象在观众心中大打折扣 有些影迷担心 吴彦祖和这样的导演合作 会不会影响他的声誉 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被陈思成利用或者收买了 否则为什么不挑剧本 偏偏选了陈思成的 其实吴彦祖和陈思成的合作 并不是一时冲动或者无奈 而是有着深厚的友谊和信任 他们两人相识已经超过20年 早在1999年 他们就一起参演了特警新人类 那时候的他们都是新人 还没有成名 他们在拍戏的过程中建立了很好的友情 后来他们各自发展 也没有断过联系 一直保持着联系 当陈思成有了新的创作灵感 想到了吴彦祖 他就主动邀请他来内地拍戏 而吴彦祖也很乐意接受 因为他相信陈思成的能力 也想和老友再次合作 吴彦祖对于自己的选择 也有着自己的理由和态度 他说他不是一个挑剧本的人 他只是想拍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 和一些自己信任的人合作 他不在乎别人的评价 也不在乎自己的名气 他只在乎自己的快乐和自己的家庭 他说他结婚生子后 就把家庭放在了第一位 他不想为了工作而牺牲自己的家人 他想给他们一个安稳的生活 所以他会选择一些不太耗时的项目 也会抽时间陪伴他们 他说他还会捡起建筑的老本行 因为他对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想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吴彦祖的回应让人敬佩他的坦诚和自信 也让人感受到他的真性情和情意 他和陈思成的合作不是为了利益或者名声 而是为了友情和梦想 他的芯片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也许会让人大开眼界 他的前途也许会有更多的可能 也许会让人更加期待 他是一个有才华有魅力的男星 也是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男人 他的故事值得我们关注和欣赏 关注我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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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